寿丰香农会知名的果宴大西瓜是采取一株留一果的种植方式 所以种植期间要不断进行人工蔬果,太若留强 农会今年尝试用淘汰的柚瓜做成西瓜棉 这种腌制品是古早农家和棕破腮他们的私房酱料 现在已经非常稀少了 需要能够成为寿丰农业有不一样的行销市场 花莲大西瓜有沙沙口感,一向深受市场青睐 但是大西瓜种植成本非常高 例如收封农会果宴大西瓜 种植在接近水植的芝雅干西畔的沙利地 种下瓜苗后就要细心照顾 每一株都要不断的里曼蔬果 一株只留一颗强壮的柚瓜 其余长出的柚瓜就要不断拔除 让果形最漂亮最强壮的瓜宝宝长得硕大饱满 如果中途夭折不仅心血白费 也代表损失人工和相关的种植成本 一株西瓜只有留一颗的西瓜 所以其他多余的西瓜 长在不正确的位置的西瓜都要输果 把它输掉 那在清明这段时间 刚好是我们这个果宴西瓜的这个输果期间 那会有很多小西瓜 就是不成熟的西瓜 把它去除掉的部分 我们等于是说再做一个利用 让它这个西瓜的这个产值能够提升 我们打算未来再推的部分 是希望是说由家政班先磨合的 一定的这个品质的一个SOP的标准了以后 那我们把这个SOP交给我们的各个产销 这个家政班由家政班来制作 要统一的标准制作 然后打统一的品牌来做贩售 然后也增加我们家政班的一个收入 能会看到瓜田每年摘除许多柚瓜 非常可惜 今年发想创意 特别邀请了家政班员 尝试与西瓜蔬果期间 将拳头般大小的柚瓜 加工成西瓜棉腌制品 工序相当繁杂 包括了瓜皮 切块 盐巴杀青 两至三天后 捞其收水 放入翁中 加入酒和豆瓣酱来泡制 大约两到三个月之后便可完成西瓜棉加工品 小西瓜先采回来 然后回来之后就是像现在的那个皮先刮掉 然后再分成小块 小块之后呢 你要一定要用盐巴杀青 杀青之后你要差不多两天至三天 再捞起来 捞起来的话 你就再压给它 水给它收小一点 收水收小一点 然后就可以放到翁里面了 翁里面你就是放一定全部都酒 没有放水 这样比较不会坏 然后差不多 还有豆瓣酱 差不多要两个月等它自然发酵之后 就可以吃了 教导制作的罗老师说 腌好的西瓜棉是农家美味西方酱菜 有着天然果香发酵的微酸味 特别适合各种农家料理煮汤食用 也是早期中破腮煮鱼煮汤食的秘密武器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导